这期视频要讲解的是 男性生殖系统 以及Spermatogenesis 生成精子的过程 所以首先我们先介绍 男性生殖系统的主要结构 那第一个呢 就是精子的出生地 新手村叫Testis膏丸 所以Testis的话呢 它的就是这个两粒东西 OK一号 一号 然后呢它主要就是被包裹在这个 婴囊Scrotum里面 Scrotum 二号 OK这个二号 OK然后这个Testis膏丸呢 它可以被放大成下面这个结构 我们待会会再说 好而接下来呢 精子在Testis生成了过后呢 它最沿着这个Spermatogenesis 三号 移动 移动 三号 OK就这边 OK 然后呢 接下来它最来到补给站 这里有两大补给站 第一个呢 叫Seminal Visicle SeminalVisicle 就是这两个比较小个的部分 四号 而在这个图的话呢 则是在这里 OK 好 然后这个SeminalVisicle呢 它是负责提供营养给这个精子 因为它们很快就要出油了 所以呢就要打包好这个食物哦 可以一边走一边吃啊 开玩笑啦 好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补给站呢 就是前列腺 Prostat gland 这个Prostat gland呢 就是中间这一个 好 就是这个比较大个的这个部分 好 那前列腺呢 它也是有分泌一些物质 这个分泌物呢 主要是帮助这个Spermatogenesis 你就可以想象 当它经过第一个补给站 SeminalVisicle的时候呢 就给很多的营养 所以它整个就很浓稠稿的感觉 然后呢 来到了这个第二个补给站呢 它就让它变得比较薄 那到时候它比较方便移动哦 OK 好 而当一切准备就绪呢 它就要冲出去了 所以冲出去的这个 这条路径呢 就是Uretra 尿道 OK 所以就是这个6号 这里6号 而接下来呢 这个Uretra呢 它就是沿着这个小肉条 OK 这个就叫做阴晶了 OK Penis OK 7号 好 那我们这边就不讲勃起的过程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Google搜索一下 好 所以我们已经介绍完整个Mule Reproductive System的主要结构 如果要复习的话可以倒回去再听过一次 而现在我们就进入Spermatogenesis 而要介绍Spermatogenesis呢 我们要再次回到Test This OK 所以这次我们把这个钢丸切开来看 所以切开来看的时候呢 呃 其实如果真正切的话里面是一团白白的东西啦 那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管道 那这些 这些管呢 OK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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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e呢 我们把它称作 Seminiferous Tubule OK 我写在这边 Seminiferous Tubule 它一个高弯里面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Seminiferous Tubule 如果我现在取它这一部分的切面 我现在画这个蓝色的部分 我切 然后我放大 它就会有这一边的这个呈现了 就是有一个一个一个的Seminiferous Tubule 所以这边呢 但这个图呢 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1 2 3 4 5 6 7 7个完整的Seminiferous Tubule 好 然后呢 这个Seminiferous Tubule呢 就是精子出生的地方了 OK 好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最开始来慢慢的介绍Spermatogenesis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这个Seminiferous Tubule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形成一个一个的这个Pipe 首先周围呢 当然是有Epithelial Tissue OK 有Epithelial Tissue 围成整个Pipe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的细胞啦 而在里头呢 就有两个很重要的细胞 分别有Primodule Germ Cell 还有另外一个是Sertorice cell 好 那个Primodule Germ Cell呢 它其实是一个干细胞 就是一个依然保留分裂 分裂跟分化能力的干细胞 OK 它是一种Stem Cell 那这个Primodule Germ Cell呢 就是指可以分化成生殖细胞的干细胞 而这个Sertorice cell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哦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Sertorice cell 那它的作用呢 就是负责提供Nutrients给周围的细胞 所以第一个Primodule Germ Cell 它会即将分裂分化成精子 而Sertorice cell则是负责 Probide Nutrients给周围的细胞 OK 所以大家了解了结构呢 我们最开始讲Spermatogenesis 整个Spermatogenesis呢 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是Multiplication Phase 所以我们首先是由Primodule Germ Cell开始先 那它会经过一系列的有失分裂 OK Undergoals Repetitive Metotic Division 这里我们不可以说它Undergoals Metosis 因为Metosis呢 只是单纯细胞核的分裂而已 而我们说了Metotic Division呢 它就是不止细胞核分裂了 而是整个细胞也一起分裂掉 所以这个写法是比较标准的 好 所以单单一粒Primodule Germ Cell呢 它就会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 形成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细胞 OK 然后这些细胞呢 我们就把它称作Spermatogenesis 单单一个叫Spermatogonium OK 那多过一个的话 我们就叫Spermatogonia 好 而这个Spermatogonium呢 它只是单纯的Undergoals 这个Metotic Division的产物来的 所以它依然是Diploid OK 那分裂出来了过后呢 它还是小小力的 所以我们要让它成长累积多一点的这个Cytoplasm 所以接下来呢 它就进入了Growth Phase 好 那进入到这个Growth Phase呢 它就是在Develop OK Develop Spermatogonium Spermatogonium 然后它 当它成长到它要的Size了过后呢 我们就改名字了 把它改成叫做Primary Spermatocyte Primary Spermatocyte 所以现在它依然是Diploid 因为还没有进行Meosis OK 好 所以这边呢 你就可以注意到这张下方的这个图 首先呢 它的这个生成呢 它就是往内分裂分化 所以现在 这个上面的图呢 是单单一整个Seminiferous Tubule的Cross Session 然后我们放大一小块的话 我们放大这一块 它就会呈现下方的图 所以下方的这个图呢 最下面这边自然就是有这个 Epithelial Tissue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个Primodyal Germ Cell呢 它比较小就是隐藏在其中 OK 也是很靠近Epithelial Tissue的 然后呢 它就会进行很多很多的 Metotic Division 然后就形成了这个Spermatogonia 看到了吗 Spermatogonia 这个Type A Type B Type B不要管它哦 好 然后这个Spermatogonia呢 它最开始Develop OK 然后Expand 然后就形成了Spermatocyte OK 它就慢慢往内移动啦 好 接下来 当它已经形成Primary Spermatocyte呢 它就要准备进行Meiosis了 所以这里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Phase Meturation Phase 所以来到了Meturation Phase呢 它首先进行Meiosis I 那进行Meiosis I的时候呢 就是意味着它的Homologous Chromosome 分离了Separate OK 就是本来呢 整个Spermatocyte Primary Spermatocyte呢 它里头有一套来自爸爸的 一套来自他妈妈的这个Chromosome 可是现在呢 在Meiosis I呢 这一套的这个Homologous Chromosome 其中一个妈妈的 其中一个爸爸的 它们就Separate了 OK 然后就形成了Secondary Oocyte 这个细胞 形成的细胞就叫做Secondary Oocyte 诶 对不起 讲错了 Secondary Spermatocyte 不小心跟那个卵子混淆在一起了 Secondary Spermatocyte 那现在呢 它就再也不是Diproide了 因为它的Homologous Chromosome Separate 那它是属于Heproide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它就继续完成Meiosis II 所以 本来是一粒Spermatocyte 它经过Meiosis I 它就形成了两粒Secondary Spermatocyte OK 形成了两粒 我这边著名 两个 2 然后接下来呢 它每一个Secondary Spermatocyte OK 继续完成Meiosis II 所以 它的结果 就是 一个Secondary Spermatocyte 形成两个 所以现在有两个Secondary Spermatocyte 它就会形成四个细胞 而它们依然是Heproid 好 分裂过后呢 它就要换名字了 它就叫做Spermatics OK Spermatics 好 而这个Spermatics呢 你可以看一下 左边的这个图 Spermatics呢 它依然是 圆圆一粒的一个状态 它并不像是我们熟知的那种 有尾巴的精子 所以呢 它现在呢 分裂好了 就是Meiosis完了过后呢 它就要进入下一个Stage 就是Differentiation 所以它就会Differentiation 而在Differentiation的过程呢 它就会开始慢慢长出尾巴 然后呢 调整它的这个Organeus 让它最终形成Sperm OK 所以Differentiation好了过后呢 它自然最形成四条 四例Spermatics 它自然最形成四条Sperm 同样是Heproid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简单来看一看这个Sperm的样子哦 所以它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尾巴 然后有一个 呃 类似一个好像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 好像Body的感觉 然后呢 会有一个头 我画得有点丑 OK 中间有点大力点 然后它会有一个更大力的头 好 所以 尾巴的部分呢 它就是有这个编毛Fragellum 我们把这个结构叫做Fragellum 然后呢 中间Body这边呢 它就会有很多粒的Mitochondria OK 用于当然是提供这个Energy哦 让这个Fragellum可以摆动 然后呢 它自然就会有一大大力的Nucleus OK 携带这些Chromosome 而它前方呢 就会有一个Organium OK 它叫Acrozone 那这个Acrozone呢 它的身份呢 其实等同于Lyzozone OK 其实它等同于Lyzozone 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Lyzozone 永远是把 它永远是在细胞内运作的 OK 就比方说这个白细胞 它Engulf了细菌过后 然后就有Lyzozone跟它结合 去用里面的水解酶分解掉它 可是这个Acrozone呢 它之所以换名字 就是因为它的运作机制 跟Lyzozone不一样 它这么靠近这个头部呢 就是因为它会被 Acrozone会将里面的水解酶 释放出细胞外 用意呢 就是要去Digest掉这个卵子那边的部分的结构 确保它可以顺利穿过这个卵子的细胞膜 好 所以我们已经大概介绍完这个Sperm的结构了 我们再次捋一捋整个Spermatogenesis的过程 所以这里就有非常多的名字了 我们就要很小心 所以我这边会进行一个highlight OK 所以首先是Primodial germ cell 它是我们的干细胞 然后接下来它经过大量的 Metotic division过后呢 形成的我们把它叫做Spermatogonium 好 而接下来它develop了过后呢 它就要开始进入Meiosis E 所以它进入Meiosis E OK 你就可以记下来 它就 要进行Meiosis E呢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Primary Spermatocyte OK 然后呢 形成好了的就是Secondary Spermatocyte 因为它要进行Meiosis 2 好 而接下来完了过后呢 就是Meiosis 2结束了过后 那形成的那个圆圆的没有尾巴的叫做Spermatyk 经过了分化过后 长了尾巴了 那才叫做Sperm 而你最有发现到咯 它们慢慢的分离哦 它们是一直往这个中心这个Center的部分 OK 我们把它称作Lumen 那这个Lumen呢 就是中间的部分的 好像我现在highlight这里 OK这个highlight的部分就是所谓的Lumen OK 然后呢 它就会开始顺着这个Seminiferous tubule往外游 OK 它就会往这个方向游 然后呢 慢慢的来到接下来的这个地方 那其实这些Seminiferous tubule呢 它是不断的在形成Sperm 所以它没有分时间 它就是 它只要 它只要你还活着 它就一直不断的形成Sperm 所以呢 这些Sperm呢 它又不可能一生产 就马上离开这个Eretra 它会累积 它会先暂时储存起来 那储存起来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部位 OK 现在我highlight的这个部位 它叫做Epididimis 我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边好了 Epididimis 记得不是两个 DiDi 是DiDi Epididimis 它这边呢 就会暂时储存 然后呢 进行进一步的这个maturation 所以刚才西向的maturation呢 就是单纯完成Sperm的形成 可是还有一些东西要调整哦 比方说这个 这个Sperm呢 它的surface呢 它的plasma membrane呢 可能要做一点调整什么之类的 然后里面的这些Satoplasm呢 它的位置 它的content啊 什么之类 都可能还要进行进一步的成熟 所以呢 这些工作呢 就是主要在Epididimis 完成 那等到它时辰到了 满了 要离开了 过后 它就会沿着Sperm duct OK 就去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补给站 第一个Seminal vesicle 获得这个营养 然后接下来来到 Prostate gland 来得到一些 让它更容易移动的液体 就是这个secretion 然后呢 接下来就通过Euretera 离开了Penis 所以Spermatogenesis的说明就到这边结束 好 感谢观看